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东网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毓民特区》 今天的主题是 《特区政府安劳政策》 八个字 兽则多欲 劳则该死 政府在1月7日公布 由下个月1日开始 就要调高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的 标准项目金额 这个简称纵援 另外就是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高龄津贴 包括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底下发放的津贴 还有就是长者生活津贴 以及商残津贴金额 几种不同的所谓福利 或者叫做安务政策底下的所谓福利金 大家最常见的就是 生果金 即是高龄津贴 长者生活津贴 还有就是纵援 这个纵援金额 以及现在所谓的公共福利金计划底下 这些有关的津贴 他就会加少少钱 2.8% 之前去年加那个 我都在这里说过 加仲环就加了35元一个月 生果金就加25元 如果那些老人家有烟饮的 买一包烟也没得 不管了 这个政府一直都是刻薄寡因的 这次这个调整还有一件事 就是将申请人的资格 由60岁就上调到65岁 即是你现在拿这个纵援 或者生果金 或者高龄 这个就是长者生活津贴 你可以申请的 由60岁就上升到65岁 其实大家必须要知道 无论你65岁才可以申请 或者60岁就可以申请也好 你都要资产审查 唯一一样不用资产审查的 就是那个生果金 就是如果你满70岁拿生果金 就不用资产审查 我记得在2008年 我做立法会议员 在10月份 这个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 提到提高这个所谓高龄津贴 就是生果金的金额 好了 一直以来就是你65岁拿生果金 他是不用资产审查的 就是任何人 你满了70岁 你去申请 拿这个所谓高龄津贴生果金 就给你了 不用资产审查 好了 现在你加几个水给他 要资产审查 通不过资产审查的那些老人家 过去他老讽拿这七百元的 现在变成了连这七百元都没了 你加给他那个等于是废贴的 这样的政策都想得出的 就是逻辑都繁博 我七十岁 你不加生果金的时候 我不用资产审查 我就拿七百元 现在你多加几个水 好像是1,100元 然后多了几个水之后 我去申请 我通不过资产审查 我连原本我拿的那七百元都没了 这些就是当年曾荫权政府 其中一项倒行逆施 小弟就扔他招 这个扔招就是这样来的 大家去翻查一下立法会的记录 后来才取消 这个所谓生果金 70岁要入息审查的规定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告诉大家 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的安劳政策 都是有问题的 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所谓执政的人 管治的人的心态很有问题 这个特区政府的领导人 他的安劳政策是什么 不要说他有没有读过书 什么叫老有所踪 不要说这些 为什么要尊重长者 为什么要对社会贡献一生到老来 我毫无保障 都不说这些 只是说这些所谓领导人的心态 四个字叫奇心可珠 林郑月娥在礼拜二 即是昨天 走出来回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 就说这个领取纵援的合资格年龄有六十 税改为六十五岁 这个不是为了省钱 也不是不近人情 只是反映社会人口的现实 他的说法就是随着人口老化 和寿命延长 于是就将这个所谓领取纵援 或者高龄津贴 即是相关的 属于长者津贴的年龄提高到六十五岁 这个是符合那个所谓人口老龄化 和寿命延长的社会现实 他还举自己做例子 他说我都超过六十岁 我现在做十几个小时 你说这些说法就四个字 你岂有此理 刚才我说的其心可诸 我们现在香港的特区主要官员 很多都超过六十岁 但是不要忘记 他们一年的薪水 说的是几百万 一个月几十万 你现在一个月几十万入息的人 你走去说我六十岁 我都超过六十岁 我做十几个小时 我多有能力 这个概念是完全颠倒了一个逻辑 是吧 你怎么可以找你自己来做这些外人家 做一个比较 为什么要拿纵援 为什么要拿工灵津贴 为什么要拿商残津贴 就是因为他退休之后 或者他现在无工做 是吧 生活有问题 那才要你政府救济他 大哥 是吧 你现在说不是 六十岁都不是很老 你去做事吧 不要申请这个纵援 这个是一个问题 是吧 他可以去做事做判奸可以做什么 他不拿津贴 有 我都见过有些老人家 他不去拿纵援 他自力更生 在街上卖炭烧鸡蛋仔 但你吃还处日日拉他 这个真的很离谱 你林郑月娥不说这番话 我都没那么生气 你说我都超过六十岁 我又做十几个小时的工作 意思是说六十岁就不是很老 可以做事的 你可以去做事就不应该申请纵援了 应该不应该是另一个问题 当他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 他就可以有资格去申请这些纵援 是简单的道理而已 大佬 搞退休保障 全民退休保障 你又不搞 强积金就越供越蝕 到了六十五岁 拿过鸡水那么多 用来吊命而已 从最新的数字 大家都看到了 香港的贫穷人口 就是不断增加 这个是政府定的贫穷线的标准底下的所谓贫穷人口 而在这些贫穷人口里面最严重的情况 一个就是长者贫穷 一个就是夸代贫穷 夸代贫穷就是 就是说你上一代的人 你老爸你家很穷 到你这一代的时候继续都是穷 你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所以现在为什么年轻人那些逆反的心态这么严重呢 我们那时候那代人 我们现在这些五十年代出世的人 我们上一代当然是穷 是不是 到了我们做年轻的时候 成长的过程都是穷 但是当你有读书 当我经济起飞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年代七十年代出来工作的人 喂 不会变成穷人的 年轻的一代 你中学毕业也不会变成穷人 那时候 考会考五科缸头 都可以找一份工 就是救养家 现在是夸代贫穷 就是年轻一代都是穷 上一代穷 到了你都是穷 这个老年贫穷 或者长者贫穷的数字 已经超过三十五万 就是说这个指什么呢 长者贫穷是指什么呢 就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始于贫困的状况的现象 就是说这些长者退休之后没有收入 又没有缺乏有系统的所谓有效的退休保障 制度保障底下 他没有足够能力去应常日常生活的支出 和医疗的开支 而这个人口老化的情况又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这个老年贫穷 长者贫穷是非常之严重的 你现在这个政府真是刻薄寡恩 刻薄寡恩后面有四个字叫做李无久享 你临老到你过不了小就怎么办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 是有感而发的 这个特区政府的安劳政策 原来是八个字叫做瘦则多欲 老则该死 这个就令我想起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做游山折考 我们那个年代看过的电影 就说你到了某一个年龄 即是老了 你家人养你不到就送你上山 在山上等你自生自灭 那部电影大致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是非常之悲悵的 讲起悲悵 最近也有个新闻大家可能都看到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王伯 因为他太太长期病患 七十六岁 中风瘫痪不能行动 他要照顾他太太 但是他照顾不了 于是一念之间 就杀了老婆 然后自己打算自杀 后来就自首 这个就是一个悲剧 法官判他误杀罪名成立 判错两年监 现在就还压了十八个月 即是差不多放得了 这个是一个悲剧 尤其是王伯在他的遗书上 原本他写一封遗书他自杀的 他说到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他无力照顾高龄中风 瘫痪瘫的妻子 那又没有小孩 说起小孩更悲哀 他四十多岁才结婚 生了个儿子 那儿子二十多岁就去自杀 于是只有两老 香港现在这个安老不是 是给高龄津贴 长者生活津贴 而是你怎样照顾这些独居老人 我自己做立法会员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地区里面 是最穷的老人家在这里 很多都是独居老人自己住 即是那些公屋一个单位 我们周不时要叫一些义工 或者我们的助理 到天气冷的时候打电话提醒他 你要去打这个流感针 够不够衣服穿 这些我们在能力范围里面 他可以做的都做 但这些独居老人很危险 死了没人知道 是吧 其中一个老人家 我最记得的 整间屋他住的单位 全部都是纸皮 是胶袋 他在床上走去厕所 随时一摸摸就起不了身 我们就找人帮他搬垃圾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 反映到你的安老 不只是给津贴 不只是救济他 不只是救济他 不像这两个老人家 这种情况在香港 都是很普遍的 更加有些独居老人又有病 在这方面 这个特区政府可以说 完全不合格 最令人气愤的就是 这个林郑月娥走出来解话的时候 竟然说我都超过六十岁 我一天做十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意思就是你不用去申请中援 那他可以不申请 可以申请 这个是他的权利 你调高这个申请的年龄 你那个做法是什么 你又说反映社会现实 现在人口老化 加上就是那些人长寿 老下说你省得多少钱 但是这个就是我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是领导人管治香港的人的心态有问题 这个心态是十分恶毒